人世间,我们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笑笑哭哭,尝尽人间酸甜苦辣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为他人而活 我们倾尽全力,劳神费心,到头来,却受伤最深 我们能够做好三点,人生便会更加有趣,更有意义 那就是,别爱太马,别睡太晚,别管太多 菜根坛里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 人的感情也是这样,七分留给他人,一定要留三分给自己 爱得刚刚好,才是人间大智慧 一位姑娘,疯狂地爱上了一位男士 在他眼里,这位男士浑身都是闪闪发光的气质 就连缺点,也令他着迷 他为他的点滴付出,细微关怀,经常出现在他的微信里 他还多次畅想,披上婚纱时幸福而甜蜜的场景 然而,一年时间不到,却看到他朋友圈里满含泪水的侧面照 下面写着,从今后不问过往,从今后要对自己好一些 为爱倾心付出,最终却丢了爱 留一份爱给自己,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电影《我的早更女友》中,女主问男主 无条件的爱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发言权的吗 男主诚挚回答,无条件的爱啊,那肯定是安全意识薄弱 导致的不良资产过高 收支平衡,那才叫爱呢 你给多了,你知不知道 钱中书与杨将长达六十多年的爱情,可称为爱情经典 杨将下架给了家庭条件较差的钱中书 他放弃清华大学业,陪钱中书出国留学 为支持钱中书写围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 但杨将的爱,确实有分寸的 钱中书也有表现机会 他坚持几十年做早饭,吵架时一直让着杨将 围城出版,序中感谢杨将 赵丽,这本书该献给他 还称杨将是最咸的妻,最才的女 爱,是需要双方互动的 爱得太满,物极必反 毕书敏在《你要好好爱自己》中说 如果这一世,你能爱惜身体,珍重灵魂 那么从这个港口出发 你会成为一个身心平和的幸福小舟 一步步安然向前 驶入真爱他人,真爱万物,真爱世界的宽广大海 身体是改革的本钱 健康的人,活得最赚 但现实却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毁着身体 有数据表明,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的习惯 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 熬夜会造成心脏疾病,免疫力下降,记忆力衰退 情绪低落等15种问题 好多人过着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的生活 白天,困乏的你,下决心说一定早睡 结果,晚上12点过了,你还在刷朋友圈,追剧 面对感情,歌曲别爱太满,别睡太晚中劝你 别在深夜偷偷想念,没有爱的人会说晚安 孤单的心会更孤单 你熬的不是夜,是你的命 你要好好爱自己的身体,才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你 不开心的事,请及早忘记 过不去的坎儿,请别再放在心上 别忘了那句扎心的话,一个男人拼命挣钱 却不注意健康,等于是在给另一个男人打工 女人也是这样啊,熬夜熬成黄脸婆 或者有了健康问题,就是在给另一个女人疼地方啊 曾看到过一句话,黄牛角,水牛角,各管各的角 很多时候,你只需要管好自己就行 对待他人,哪怕是亲人,爱人 也要懂得给对方留白 前段时间,北达超级学霸吴谢宇世母爱 让无数人震惊 吴谢宇自小成绩优异,看起来敦厚可轻 他中考第一,北达学子 嘉义成绩全球前百分之五 这个从小就寻归岛举的完美孩子 是母亲谢天晴极度要强 忠贞刻板,道德洁癖的模板 但越是被压抑的人,追求自由的欲望就越强烈 一旦自由,爱情受阻,就会导致极端情绪爆发 哪怕是世母,都无所畏惧 管得太多,看似是为别人好 却最终毁了他人,又毁自己 龙英台对孩子读书学习和追求人生方向 看得很重 但他却并未给儿子太大的压力 而是给他足够多的自由 看到孩子抽烟 他恨不得把烟从孩子的嘴里拔出来 但理智告诉他 儿子早已不是他的孩子 他是一个个人,一个别人 龙英台于是少管了许多事 悠闲许多,儿子的压力也小了 懂得放手,是人间最大的智慧 演员朱宇辰的妈妈,一直是儿子忠实的保姆 朱宇辰上大学时 朱妈妈一手包办宿舍铺床等事宜 他坚持十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给儿子熬离枝 朱宇辰外出拍戏 他就跟剧组,帮他做饭 他的每段感情我都知道 而且,我都会干扰 他用整个生命对待儿子 完全没有自我 管得太多 72岁的老母亲 一定很累很累 但40岁依旧单身的朱宇辰 真的舒服吗 管得太多 身累 心更累 出力还不讨好 人生旅途中 没有谁必须一路陪你走 总有一条道路 需要你一个人走 总有一段感情 需要你及时忘记 总有一种健康 需要你自己呵护 总有一种智慧 需要你学会放手 余生不长 从来就没有来日方长 好好爱自己 没有人会心疼你 你好 世界便是你的 你不好 世界便是别人的 更暗 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迷漫 迷漫 风迷漫 四季推过重拦 大雨将悲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 拥抱的温存梦 梦醒一半 哦 道别伤害在耳畔 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 哦 命运生风轻明暗 哦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慌浪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